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姑娘在家 一位面若桃花的姑娘迎着春风对她笑着招手 有桃花韵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应红 是这一句啊 两人一见钟情 天生一对 崔父子待了三天 度过了两个情意缠绵的夜晚 完美的周末假期 崔父子决定我不回天庭去了 不当神仙啦 但若是想搬至人间居住 就得先辞官办理移民 手续挺复杂 天上一天 人间十年啊 谁知道 天庭想办理移民的人数众多 整个手续啊 整整花了五天 天上五天 人间五十年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崔父子赶回人间 昔日欠淫却不在啦 遗憾啦 一位老太太 迎着春风对她笑着招手 这该不会是 客官啊 您长得很像我一位旧相识 正是本人啊 我乃崔二郎 您说的是我爸 崔夫子 我怎么骗人呢 这是善意的谎言 哪个姑娘愿意看见自己 比情人大了五十岁 太善解人意啦 我叫二郎 是因为我爸曾许诺 跟您生了个胖娃娃 崔大郎的名字 就永远留给了她 太感人了 我爸现在在门外 我去请她 这要怎么玩 崔夫子走出门外 变 化身成一个七十岁老翁的模样 走回房 老太太看着她 啪啪给她俩耳光 干什么啊这是 好啊 五十年不见 那你跟谁生了个野种回来啊 醋坛子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 笑春风 这首诗流传很广 快至人口 是诗人崔户的亲身经历 崔户第一次参加科举 没考上 但是没有返书 但是没有返乡 依旧留在京城 清明时节 独自在郊外赏游 看见了一户村居 花朵盛开 知凡夜貌 因此忍不住住族许久 有一位姿色非凡的美人 从门缝 询问 有什么事啊 崔户回答说 啊 独自一人 踏青许久 有点口渴 不知能不能 讨杯水喝 于是女子开门 请她稍坐 不一会儿 捧水给她 崔户喝水的时候 女子独自倚靠 在桃花树旁 两人喊安情默默 喝完水的崔户 也找不到什么理由 好留下 就起身告辞 来年的清明 她就想起过往之事 再度前往 但是屋门紧闭 窗帘关起 她就提下了这一首 提都城南庄 这首诗 写在墙上 又过了几天 再度去找 没想到 有一个老头出来 就问她了 就是你是吧 崔户 你害死我女儿啊 原来一年前 那位姑娘 自从崔户走过之后 茶不思 饭不想 身体越来越差 崔户听说之后 非常感动 就来掉姑娘的窗前 失声痛哭 没想到这姑娘 听到了她的哭声 居然就醒了过来 不久完全康复了 老父亲喜出望外 就把女儿嫁给崔户 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人面桃花 后来演变为成语 可以形容女子 容貌美丽 也被用来形容 景色依旧 而人是已非的感伤 对不起 再跟着一点 最后 不得 了 谢谢大家